很害怕 不过柬埔寨的副手相间内政部长苏信 昨天是大喊冤枉 为什么很冤枉呢 他说其实他们柬埔寨也是受罪的 那些犯罪集团都是外国人 专门利用柬埔寨来从事违法犯罪 从柬埔寨集团的头目 柬埔寨集团的骨干 99.9% 他说都是柬埔寨以外的人 那么人则都是骗自己的成功的 骗人在哪里去柬埔寨搞诈骗 比如说越南人就骗越南人咯 中国人就骗中国人 台湾人就变台湾人 那马来西亚人呢 就被骗到柬埔寨之后 在从柬埔寨骗马来西亚人去柬埔寨 好 那这是柬埔寨副手相的一番 我愈会看新闻热送 大马Grab 下个月推薪录音功能 为司机和乘客添全程录音保障 鲁道普说 须在银下的选区扎根 不鼓励跨桌上阵 鲁道日子兰党领袖偷偷谈合作 首相说 鲁道不谈恋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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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部长凯里昨天就宣布了口罩防御大风 如今即使身在室内 民众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戴口罩 但这个境界疫情还没有说百分之百完全过去 那民众真的会脱口罩吗 新闻日报的记者呢 今天狗反人家压力于全国的照片 就发现这个民众还是会戴口罩 是基本的室内室外戴口罩的人 还是占多数 最后的民众人家说 民众的新闻日报 他会来一点稍微动 现在觉得要是戴口罩比较保育 尤其是在人多的场合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也好 当然了 但是公共是他人有所 尽管解除是戴口罩的禁令 但是呢凯里也宣布商店业者 可以决定要不要常见 运入商店的时候戴口罩 另外的电报都说 对跟随现有的政策 至于要不要佩戴口罩 就把他的紧密权移加在公司了 当然他们也不愿常见自己的 运入戴口罩 不是刚才认为 当人潮严寂寂的时候 还是强力对人 强力对人 把口罩带上不加安全了 国立大学院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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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网络大学提醒大家 新疮病毒呢 目前还有一些不够在 民众必须非常谨慎 如果觉得自己是 身在一个比较高风险 必须这个人 有这种可疑的症状 那最后马上带卡罩 降低传播的风险 他说我国确诊率呢 还是在百分之7.4 这是相对比较高的数字 因为我们身旁 可能还有很多 没有症状的确诊症 所以要是你担心 担心自己的健康状 那就继续戴口罩 他说 您的确诊率把决定 人生的原因 那么民众呢 就有自己 很聪明的 来变食这个时代 这是关于专家的大家的经验 好 这片点 在幕边看到有鸽子 或者是其他鸟的剧情 相信有些朋友呢 会出于好意 带些食物去喂它们 但是在有鸽鸭球之中 有鸽鸟发生 当时的鸽鸟 是一样 是已经多大 而衍生出 未兜还有什么问题了 为了控制情况 发生市议员刘贵诚 今天就提起 喜欢带圣太圣太去喂鸟的民众 要是在这么 讨心的话呢 恐怕会对地方政府 提供上推示亭 面对500到1000令吉的 因为你的烤心心喂鸟 等于是在量流垃圾 这种烤心呢 也可能是在货牌市呢 这种烤心呢 也可能是在货牌市呢 因为机器能报道 公主其建筑物法令禅明 任何人如果你在公共场合 丢弃 或者细意的遗留瓶瓶瓶罐罐啊 食物器皿啊 食物包装袋啊 或食物的残榜 都足以构成 在不需要货牌市下 就被贷牌的事情 所以 如果你随地 到这些盛败的犯态区 为鸽子 为鸽鸭弄脏的环境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 你已经犯法 但是地方政府一般 比如说 匿区关 或者口头 被虚拟抗一下 人家训练的人呢 继续拟抗 放声道 把你控唱法 的声音 则在市场里面 这些项目 在市场里面 并不可能 没有必要 乌鸦 但 要不可能 它其实 有没有 那些蜻鸦 哼 要不想 乌鸦 否则 要不想 所以 要不想